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一定在念佛上下功夫 啊 佛弟子 每一天要看佛像 早晚功课认真做 就是什么呢 对着佛像 啊 我天天想佛 我希望我灵命中是佛的念头谢谢 那就好了 这个念头先前决定往生 佛来接应你 这念头一生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交 我这个念头才懂 阿弥陀佛就知道了 立刻就现身在面前 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真的 只有这是真的 啊 那么学佛 广学多文重不重要不重要了 为什么呢 广学多文不能往生 啊 决定地不过这一句米头 我们今天最佛的 李老师一生 常常念着 常常给我们讲到的 啊 这个世界 欲父 欲父 啊 想一下这些阿公阿婆 不认识字 什么都不知道 啊 就是会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问他什么 他都不晓得 啊 你给他讲再多的话 他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对着你笑 啊 对着你笑咪咪的 啊 他对佛号从来没听过 真的 什么都不懂 他在那里给我们做事件呢 那叫什么 那叫真真念佛人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一心专注 啊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这种人往生 生西方进度 你要知道 是上辈上身 三辈往生上辈 生到哪一途呢 生十报庄严图 不得了啊 生报庄严图 都是发生大死 他是直取 这个地位 没有拐弯抹决定 而继续 是 你是